除了烹饪美食必备的器具 中国饮食的多彩 还有许多来自于民间实践中的智慧 这些奇思妙想 丰富了我们的食物 实现了对食物味道完整彻底的体验 成为中国饮食器具中 最为令人惊叹的创造 我看了一炒菜 你要好好地找我做 我要的是外面脆 里面是双清的感觉 你炒这个菜方法都错了 先下辣椒再下花椒 颜色有点浅了 倒回去 南明禄年少入行 进入川菜大师门下学艺 几十年过去 深得川菜的精髓与药益 川菜味型丰富 南明禄一直致力于研究 川菜调味中的变化与秘密 我们职业厨师 你要想把味道完好 你必须是要了解 每一个调料它的特性 而真正令它着迷的 是在四川随处可见的泡菜 制作一坛完美的泡菜 对研究川菜调味来说意义非凡 腌好泡菜 坛子至关重要 在各种泡菜容器中 别人废弃的老坛子 对南明禄来说都是宝贝 从我选好 我选老坛子 因为老坛子 它的油是淡面 它的底面是无油的 老坛子大多是陶土烧制 胎体薄易于透气 即使长时间的腌制 依旧能保持蔬菜新鲜的状态 吃起来清脆爽口 挑选坛子 大度小口最为适宜 日久天长的使用中 老坛子各个都充满了灵气 老人将来我们要挤炭身 把一个超纸 电燃了都在缸里面起 把炭线水我们一夹 改上改字 把炭里面的空气 燃烧完了之后 炭线水就要被吸进去 水全部都洗干了 密封性腔 炭纸10号炭纸 大石 已经入秋 各种蔬菜新鲜上市 南明露对泡菜选料 十分苛刻 只有这个酱 也还有在小酱 冷一点 人家酱味就算是冷气了 你这个酱是泡过来的 这种香味 再一个它泡出来的脆度 都不够了 首先把嫩姜 姜豆 蒜苔 辣椒 洋姜 胡萝卜等等 印记食材 一一洗净 应干备用 你们要选八十点 辣椒破了一点点口头的 有一点点 这个烂了的 或黑白的都不了 快点哦 走啦 要得要得 快哦 来 慢慢了 它就倒了 来 来 好嘞 取井水 倒入约坛子的五分之一 加入大颗粒的泡菜盐 制作起坛水 将石料向坛子的侧面 一层层摆放 给坛水要和下料交替进行 石料必须完整地 保证食材不变味 其老坛水的料 主要以姜 辣子 萝卜为主 泡菜的香料放在中部 其他的辅料 主要作用在于味道的互补 使整个味道达到中和 泡菜不要加得太满 水刚好淹过菜为宜 加入适量白酒后 封坛 不知道当初是什么样的人 发明了如此简单 而又如此科学的泡菜坛子 只要在坛岩口 倒上一碗水 再扣上一只大碗 坛子里的泡菜 就完全处于无氧发酵中了 把食物发酵放酸了吃 是一种古老的吃法 四川泡菜 最早作为巴蜀两国的 王室祭祀品 三千多年的历史延续至今 在我们四川 就说家家夫妇都在泡泡菜 他们每一家的泡菜 都不一个味道 有些人他喜欢吃鲜点 有些人也喜欢吃酸点 因为他是那么掌握的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每一家出来的泡菜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家永远都是这么咸 他家永远都是这么酸 他家永远都是这么锤 他家永远都是这么好吃 难吃的家庭 永远近期都是那么难吃 烧焦凉粉 是一道乡土风味浓郁的 民间川菜 蓝明露做出的味道 迥异他人 不仅在于手法传统 更在于他那一勺老潭水的加热 泡菜的复合香味激发了食材的生机 好像遇见这味道的食物 都突然被唤醒了一样 一碗凉粉便有了神奇的美味 我一直都认为是泡菜 它是有生命力 它是非常灵奇的 在缺氧环境下 乳酸菌把蔬菜中的糖分解成乳酸 还可以分解蔬菜中的蛋白质 产生鲜味的氨基酸 从而使得蔬菜的风味 发生极大的变化 三四天后 发酵当中的食材会排出气体 甚至会把坛盖顶开 同时 坛子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听声音 闻气味 蓝明露可以准确地知道发酵的过程 完美发酵的泡菜 会散发出迷人的香味 让人口舌生津 食语大开 最能凸显泡菜的复合味 带给川菜神奇的菜品 是西蜀老潭泡菜鱼 这道菜加入了大量泡菜 鲜香的泡菜能够增香 提味 去除鱼腥 它把所有的调味料 都变得那么的柔和 那么的香 泡菜 从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四川人的命 那是祖祖辈辈 赖以生存的命根子 泡菜作为川菜之谷 形成了由开胃菜到调料到配菜的演变 蓝明露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川菜调味上 少有时间与家人团聚 这成了他多年来的心情 还有一次感受很深的就是我在家里给儿子炒了几个菜 他就哭了 他说很好吃 这么多年你感触是今天我要吃的你炒的菜 那种感觉 他觉得很幸福 来就是最好的调味 泡菜坛子完成了食材的转换 带给川瑜地区的人们时间的味道 美食不如美气 在漫长的历史中 如何更好地利用每一种食材 烹饪出最好的味道 从厨具到餐具 中国人发展出了独特的工具智慧和审美意识